一段上涨了 强势的上涨以后 它来到一个什么位置 已经突破了前期的一个顶部 已经超过了 原来是一个被压制在这 然后现在经过一轮的强势上涨以后 已经是完全突破了这样一个前期的一个高点 这是它整体的一个位置 好的 所以说那么现在我们对这个整个的趋势 是其实心里有个数的 就是经过一轮强势的上涨 涨破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压力位以后 现在可以说是怎么说呢 那么我们就来看它未来这段行情 是不是继续延续这个多头 还是说从这位置又跌回来 回到这个前期的压力位以下了 这是我们现在要判断的 那么来到局部 来到局部的这个位置以后 这是今下午的局部的位置 那么看到它在突破了前期的一个小高点以后 在上方看到 其实是不断的积累了一些成交量了 对它其实是从下边的这个 下边的一个大的这个能量分布的这个区域 其实是突破到上边来了 而且是在 你看这些成交量都是比较平均的 都是比较比较平均的 在持续的在积累这个成交量 所以说这是它这个局部 目前正在处于一个状态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K线拉的再少一点 就是再看了更局部一点 更细节一点 你就发现 这是它目前正在这个顶部 的一个震荡区间 在持续不断的累积一个成交量 那么下边是它原来 原来的那个震荡区间 那么中间就是有一个缺口 对吧 那么对我来说 它突破了这个缺口上去了 那么这个缺口 就会成为一个暂时的一个支撑位置 所以说那我就可以等待它 如果说它有机会回到这些区域的话 就是这些这个缺口位置的话 那我就可以至少可以短线做一个标单吧 去复取它再回到这个原来的正常区间吧 对这是我们每天就是开始交易之前 要做的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交易计划 就完全是按照我们这个现象科学的内容嘛